菲律賓最近在美中之間的選擇 戰隊美國隊這一邊 結果有了老大哥在背後撐腰 菲律賓現在不一樣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最近又想要修理 這個菲律賓的軍艦 沒想到這一回踢到大鐵板了 菲律賓居然硬起來了 但是看共軍 共機的最近還是不斷來老臺 也傳出了解放軍的軍心 差點墜毀在中國航母上 但是看看美臺之間的這個 共同合作這個戰備的這個部分 備戰 然後就請教這個年話聽說 我們又有大殺氣了嗎 我們知道菲律賓在南海諸島 吃了中國很多虧 對 所以菲律賓最後沒辦法去申請 荷蘭國際海洋法庭仲裁 仲裁結果是菲律賓贏了 但中國不理你 反正我拳頭大 菲律賓說 沒關係你拳頭大 我拳頭沒你大沒關係 但是我找一個拳頭比你更大的 那個叫美國 五月十二號當天 三艘菲律賓的軍艦夜闖仁愛礁 結果中國呢 要去攔截他 因為又要去攔截人家 其實他就是一個主權有爭議的地方 但是中國認為說這是我的 就像他當時佔了黃岩島一樣 結果他去了之後 中國要攔截 結果沒想到中國這次太拖大了 他想說菲律賓那些軟柿子 隨便一捏就好 就沒想到被人家包圍 被反包圍 你看這個航基圖很清楚 三艘就反而把中國軍艦給包圍起來了 菲律賓硬起來了 這個新聞如果你現在是翻牆看了小粉紅 麻煩帶回傳播 因為你們在中國一定看不到這新聞 這太丟臉了 好丟人喔 這個大中國解放軍的海軍 竟然被菲律賓的船給包圍了 而且菲律賓海軍軍艦 還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軍艦 都是很古老的軍艦 超糗的 竟然被包圍 好那接下來看 繡肌肉 中國不是最囂張說 我有兩艘航空母艦嗎 遼寧號跟山東號 對不對 好這是遼寧號 遼寧號前一陣子不是在我們臺灣的東邊的海域 在臺灣跟關島之間在那邊練習 戰鬥機起降 日本這個防衛省有公布他的起降次數 這已經很糗了 因為你的航空母艦幾天 然後起降多少架 是被人家公布的清清楚楚 這已經是很丟臉的事情 好這個突然發生 這還是這個中國的媒體自己報導 殲十五降落遼寧號的時候 飛行甲板突然被海浪抬高兩米 艦載指揮官馬上跟他講加油門 為什麼呢 因為飛機降落 降落的時候 其實風險相對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一般機場 因為地面他是不會動的 所以我距離地面高度是固定的 那我飛行員只要有經驗有技術 我一定可以安穩的降落 可是航空母艦不一樣 第一個航空母艦甲板很短 第二件事情是航空母艦在海上 雖然他很大 動輒大概十萬噸 但是呢 海的力量是很大 萬一有大浪的時候 航空母艦的他是會上下的 當我飛機本來算好 這個降落高度的時候 突然抬高了 會造成什麼結果 就我飛機會撞上去 對 為什麼只關掉加油門 就是你趕快重來 加油門意思就是重來一遍 因為你這次降落一定不會成功 你就會撞上去 還好沒有發生意外 其實這也凸顯說 其實在航空母艦上面降落 是非常高難度的事情 絕對不是說 你有航空母艦 你有飛機可以成功 幾次 你就可以達成必要的戰力 其實那個距離還差很遠 你看現在國際上 有鎖航空母艦的海軍強國 大概都是從二戰開始 就有航空母艦 所以他們是經過了 幾十年的訓練 而中國開始航空母艦 到現在不超過十年的時間 所以他們飛行員相對 在艦上降落的經驗 跟美軍甚至跟英國法國 其實真的差太遠了 而且你看看這個遼寧艦 再看看我們印象中我們撥過好多次的 那個美國航母 怎麼比啊 那個叫做叉叉比雞腿 他只要稍微上來一點點 我看他就沒辦法降落了 差太多了 這個差太多了 不管是等級配備都差太多了 難怪那個指揮官下風了 叫他加油 因為這個要是撞上去就糗了 就全完了 對中國來講 整個大外宣就毀掉了 那遼寧艦又不曉得回去要躺多久 好 再來看 這個有時候實話不可以亂講 中國脫口秀演員 他演了一個橋段 什麼橋段 他說我領養了兩條野狗 他們在追松鼠的時候 讓我聯想到作風 優良能打腎臟 這八個字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有什麼問題 這野狗追松鼠很厲害 作風很優良能打腎臟 結果沒想到 他可能沒注意到 我猜他不是故意的 他應該是沒注意到 因為就在前不久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才報導中國解放軍的軍榮壯盛 他說建設了一支聽黨指揮 能打腎臟 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 你把解放軍比成狗啊 比成野狗呢 那還得了 沒有那個反間諜法 抓去判刑 都不錯 他從此之後呢 就被消音了 就叽叽了 他就拜拜了 我們以後可能很長一段時間 都看不到 這個人叫做House 大家追到他一下 也很好笑 觀眾投訴侮辱英烈 好像這個人民軍隊已經枉身了 對 英烈 不曉得 我不曉得 這個中國對於中文的理解 跟我們說不太一樣 通常我們講英烈 就是壯烈犧牲 叫英烈 對不對 太好笑 不曉得 他們用法跟我們不曉得 好 再來看這個 這個厲害了 大家記不記得 當時在 應該是在三月的時候 中國有個間諜氣球 不是從美國這樣飄飄飄飄了很久嗎 後來美軍不是派了一架F22上去 用AIM-9X響尾蛇飛彈 把他給擊掉 擊落 當時國內很多這個反美論 以美論人就笑說 哎呦 響尾蛇飛彈 那是一九五零年代的飛彈 美國七十幾年後還在用啊 你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沒有錯 響尾蛇飛彈 的確是最早在世界上最成名的 空對空的飛彈 他是追熱的 就是他是往熱源去 所以呢 早期的響尾蛇飛彈呢 你要攻擊 你一定要到他後方 因為那個飛機的噴氣口 在後面 後面有熱源 所以你一定要在後方 那是一九五零年代沒錯 但是很抱歉 這個響尾蛇 跟當時的響尾蛇 不太一樣 已經進化 變成響尾蛇王 響尾蛇王了 又請你想想 氣球有沒有燃料 他沒有噴氣口 對 所以他不會有熱 那為什麼用一個追熱飛彈 去打氣球 那不是 美國人不是找自己出球嗎 那沒有熱 我怎麼可能打到 可是很成功被打下來 為什麼 因為AIM-9X 現在我們臺灣也有了 哇 我們也有了 對 前一陣子還掛在F-16上秀出來 就是這個AIM-9X 這個飛彈呢 是響尾蛇的最新版 他也沒有很了不起 現在空對空飛彈 動不動射程 一百公里 兩百公里 就是四巨外作戰 在你看到我之前 先把你幹掉 對 響尾蛇飛彈射程不遠 大概三十公里左右 聽起來很遜對不對 但是他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除了他飛彈厲害之外 要配合一個聯合的 我們 記不記得我們的空軍F-16 有買了一個頭盔 在阿帕契事件的時候 大家應該對那個頭盔印象很深 那個頭盔叫聯合作戰頭盔 他的要價 一頂四十萬美金 一頂頭盔 可以買一頂頭盔 可以買一臺超跑 超誇張的 F-16飛行員 戴上這個頭盔 配上這個改良版的AIM-9X 他達到什麼效果呢 也就是說 今天我雖然飛機在這邊 我飛彈往這邊發射 可是我發現安右旗在我的右邊 我的頭盔往你一看 飛彈會轉彎 打過去 飛彈就會轉彎 所以AIM-9X 他被美國的空軍視為 說他是對付隱形戰機的最佳利器 我們知道美國的無人攻擊機 死神非常有名 灰音也很有名 我們常常看電影 那個去打那個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被被炸掛了 都還不知道是飛彈從哪裡來 對 就是灰音跟死神 對 最有名就是死神 這個在美國很多反恐的電影 都看到 因為他飛行高度很高 他用地獄火飛彈 地獄火飛彈 他破壞力非常的強 所以他可以在高空發射飛彈 直接鑽進碉堡裡面 把恐怖分子給擊滅 好 那現在最新展示的叫莫哈韋 莫哈韋厲害 在哪裡呢 過去美國的無人攻擊機 他必須在很遠程的地方起飛 然後飛到目的地之後 再發動攻擊 但是莫哈韋不一樣 他可以塞進西腰山洞的機艙裡面 他可以塞進西腰山洞機艙裡 西腰山洞不算很大運輸機 我們臺灣空軍就有很多臺 在主要基地在屏東 那我們在松山機場有機會看到 就看到這個畫面 他塞進機艙裡面 西腰山洞飛飛飛飛飛 飛到距離我要攻擊的目標很近的時候 在空中把他放出來 他如果說西腰山洞降落才能放 那就沒什麼了不起 對啊 他是可以直接在空中 把他放出來 直接在空中放出去 而且一次可以攜帶十六枚地獄火飛彈 還可以帶十六枚地獄火飛彈 以死神來講 帶不了這麼多 因為帶十六枚很重 我就飛不遠也飛不快 但是這個莫哈瑋沒這個問題 因為有西腰山洞 載著我飛 然後等到飛到距離目標很近的時候 這時候我帶十六枚出去 因為這時候我就不用考慮到航程 續航力的問題 因為反正我距離目標已經很近了 十六枚地獄火飛彈 你看那個破壞力有多強 真的 而且他呢 有具有一百二十二公尺 短艙起降能力 一百二十二公尺短艙起降 什麼概念 就是即使他在航空母艦上都可以起降 他在航母上也可以起降 沒錯 一百二十二公尺 是非常短的距離 而且只需要四個人 就可以把他放出去作戰 所以這個是被美國的軍事專家認為說 這是美軍的新跳島戰術專用 因為到時候 如果二戰 太平洋戰爭都到 美軍是打跳島戰術 可是那時候犧牲很多海軍陸戰隊 因為你要搶攤 但是我如果有這個莫哈瑋的時候 我只要派我的西腰山洞 譬如說我從關島基地起飛 我今天要攻擊哪一個島 然後呢 我靠近的時候無人機放出去 十六枚地利火先轟一輪 基本上岸上的防空武力 大概就已經差不多了 然後這時候陸戰隊再上去 這個時候就可以減少人員的犧牲 所以這是美國現在展示 最新的空戰的武器